从小,划着毛皮滑雪板长大的斯兰别克·沙赫什,没成想到66岁的时候还在和儿时的玩具打交道,而且还成了古老毛皮滑雪板第四代继承人。 随着年龄增长,每到冬季,滑雪这一项记忆似乎离斯兰别克渐行渐远,而制作毛皮滑雪板使它的冬天比以前过得更忙碌。 12月16日,在新疆阿勒泰市拉斯特乡诺改特村,斯兰别克正在为内地订单忙着悬料打磨。 他告诉记者,一个冬天大概能制作百余福滑雪板,靠这门手艺,一年差不多有6万多元的收入。 新疆阿勒泰市处在北魏45度黄金雪域线上,冬季雪期长,雪量大,雪质优,每年都有各地游客前来滑雪游玩。 一年中半年时光都在和雪打交道,斯兰别克很习惯这样的生活。 这样的生活,他的祖父就是这样过来的。 只不过斯兰别克很幸运,他还是这一记忆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。 斯兰别克告诉记者, 一副毛皮滑雪板从选料到制作再到完成,跨越了一整年的时间。 慢工出细活,被足料经打磨,一周时间一副可以使用八年之久的毛皮滑雪板,将带着斯兰别克的温度在矮矮白雪上驰骋。 让冷资源泵发热效应,让白雪变黄金,这是当地政府全面推进旅游复明的一项工程。 随着新疆阿拉泰市滑雪知名度的提升,斯兰别克制作的毛皮滑雪板成为市场的热敲商品。 以滑雪民宿体验等位代表的各项活动,也正在成为激发阿拉泰市经济发展的新动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